香港解放,就好像上海解放一樣 共產黨一來統治,共產黨有幾套統治原則 所以他們現在討論說一國兩制被破壞 一國兩制頂頂頂頂,我就笑笑 我說你很天真,你笑甚麼? 我說我根本不相信一國兩制這件事 你有甚麼破壞不破壞呢? 不存在這個問題,共產黨頂頂就頂了 有甚麼就是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在共產黨說,共產黨說 何時靠著這個呢? 沒有實現過的,幾十年來 你當日曾經寫過這一段 你要摧毀一個城市,就不用摧毀建築物 只要令這個城市的優點消失 只要令它的優點消失就行了 其實如果你是抱著一個語言的角度 你覺得香港有甚麼優點消失了 就會導致它的毀滅呢? 自由 你不說道理,限制別人的自由 不讓別人用… 生活的自由,話說話思想的自由 主要是言論的自由 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 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任何其他自由 現在香港有很多話,例如立法會議員 說那些話說明天不合適 你就取出它的資格 這就是違背自由社會原則 很多人都有一個說法 就說黨是會變的 當年一窮二白 現在就好地地,大家富起來了 不如給他多點時間,他會改的 你信不信這件事? 我信不信,不用給他時間 走十年八年已經差不多改了 現在你想找一個共產黨員 看看有多難 所以如果說共產黨 你如果馬克思見到現在是共產黨 我們英文叫做Rolling in the Scraven 沒有說馬克思 你被毛主席見到毛主席 都不知道怎樣說 十三八千萬個人 有一個專欄作家說 李卓人是現在世界上唯一的共產黨員 他帶領工人